异性之间关系再好也别常吃这三顿饭 否则准出事 俗话说吃人嘴软男人手短 即便关系再好也要懂得分寸 尤其是异性朋友之间 有些饭千万不能吃 一次两次或许没什么 但是吃多了早晚会出事 一 别吃软饭 我们一般都认为吃软饭是形容男人的 自己不努力靠着女人来养活 在女人身上混吃混喝 但其实现在很多女人也有这样的行为 他们认为男人天生就该为女人花钱 这样的自己是个女的就像男人索取 总是让男人请客吃吃喝喝 其实这样的行为是很令人厌倦的 即便关系再好也会有反感的一天 二 别吃旧情人的饭 结婚以后 不管男人女人都要懂得与前任保持距离 不要单独和旧情人见面 也不要一起吃饭散步等 否则就很容易引起爱人的误会 另一方面来说 每个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怀旧 因为婚姻生活的枯燥与繁琐 会更加留恋以前的恋人 所以要和旧情人一起吃饭聊天 在怀旧当初 那就很容易旧情复燃 三 不吃暧昧之饭 就算你们关系再好 当你知道对方对你有别的想法的时候 你也应当对对方保持距离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如果对方是请你帮忙 你做不到的 但是饭已经吃了 那就想办法回寝吧 否则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味了 异性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不像同性之间可以那么随意的 有些事情确实不能一起做 有些饭也不适合一起吃 人要懂得自治 也要懂得拒绝 对方会就说 我也不喜欢 就要招呼 是否在你面前 也不停 对方会 不仅 第一 有些 suspicious